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毕竟血管那么细 因此该机械必须要精确到纳米级 这样才能深入血管 利用抽针工的方式来清理血管内的血栓 在全过程中 医生都可以通过微型摄像机监控整个过程 根据粘附在血管壁上或者是阻塞在血管中不同位置的胆固醇 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探头来进行清理 而这些清理下来的碎屑最终都会被仪器收集带走 不会在血管中造成其他问题 直到完全清理干净后把仪器抽出来 血液又能顺畅的流通了 可以清理的这么干净光是看着都觉得很爽 这倒是成真 能救助多少病人啊 但是也有不少人会对这种治疗方式存在顾虑 它是否会让血管壁变得更薄 甚至把血管给划破 又或者是血管太细 例如毛细血管又该怎么清理呢 视频元素来自网络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